6月21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之一的夏至 此时全国各地温度上升 天气更加炎热 其实在古代夏至又被称为夏至节 是一年之中比较重要的节日 这一天不仅要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 还被定为法定节假日 我们在宋代我们就放三天假 到清代我们也还放了一天假 为什么它夏至这么重要 而且会被设为节日 就是因为它首先 它是最早被发现的一个节点 重要节点 就是说我们说冬至夏至春分秋分 这四个重要的节点 奇名要素里头有22处讲到夏至 所以它夏至是农室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因为在夏至这个时候 作物的生长是最茂盛 最旺盛生长 所以它被列为很重要的一个节日 皇家要夏至去祭祢 也是祈祷国泰民安 夏至节这一天 女士们会互赠扇子枝坟动物 此时荷花陆续盛开 因此夏至也有赏和泛舟的习俗 夏至开始它数九 一九二九 这个就是扇子不离手 民间如果女士之间 她相互赠送 赠送一些夏天的 相互赠送扇子 什么粉 就腌子粉 肺子粉 什么这些夏至呢 是赏和 泛舟 赏和的一个使令 这个时候就荷花开始 开始开了 开始开花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又热 然后到清 这个水面的一般温度比较低 所以到赏和 荡舟 那么就是很好的一个 萧夏的一个活动 夏至时节天气炎热 除防暑降温外 人们也会在饮食上 做出一些调整 这就是冬至饺子 夏至面的由来 这个小麦啊 生长 干生长 好 就是忙种的时候 收获上来 然后我现在好不容易 把田地收拾干净了 然后我现在有功夫了 我把面磨成面粉 我做成面 然后呢 我来祭祭祖 同时呢 来祭天地 感恩这个自然 感恩这个祖先 这样的一个文化习俗 因为夏至吃面食啊 它其实是有很有营养内涵的 不光是因为藏心 藏鲜 同时呢 它面里头含钾 钾元素 因为我们夏天人出汗多 钠呀钾呀流失比较严重 那么需要补 通过食物去补 那么面里头就是很好的一个滋补 就是夏天说 今天咱们吃一碗凉面 大家马上就食欲就来了 它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养生方面的内涵 过的里面 我们下期会